陈情令 肖战的名气还是比较小的 而且拍摄的戏也是不多 但是陈情令这部剧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肖战 一个没有学过表演的人能够如此展现出魏无羡 这也是让人很佩服 要知道陈情令这部剧的男主选拔了很多的演员 那么在表演上比较干净的肖战是怎么会被导演选中的呢 之前有网上发出肖战现代装饰系的照片 这也让大家明白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肖战比较白净的五官 魏无羡的角色长相上本来就是上等的 首先五官很是符合肖战满眼都是泪水 很是入戏 双眼还微红 这样的形象也是把大家打动到了吧 事实证明 剧组的选择没有错 肖战成就了魏无羡 魏无羡成就了肖战 肖战版本的魏无羡也许也是成为了经典 对于这部剧的选择大家也是很感谢导演 选择肖战没毛病 也很感谢因为这部剧让大家认识了这么一个宝藏男孩 希望在之后的演绎道路上肖战能够把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陈情令剧里有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 好物分明 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比如嘴硬心软的三读大师江城 怡灵悲剧始祖魏无贤 宇兰深情忘记的文士兄妹 悲惨的生活却温暖人心 都是剧迷的心 陈情令开播的时候 看了一集没有落地 每一集都很精彩 里面的感情戏和故事内容深深吸引了我 每当我看一部剧 我总是想着永远不会有大结局 请不吝点赞订阅